在3月22日中午,一班学生身穿黑衣,为学生会时委会在报章发表关于黑金政治的声明,未作充分咨询而表达不满,在开心公园举行为学生会默埃和签名活动。 活动负责人表示,收集签名的目的是希望,干事会可以顺应民意,举办论坛,正面向学生交代和澄清事件,以及了解港大同学对特首选举的立场。 他认为评议员在评议会的表现,未能令同学满意。 作为互动平台,我们不要文字游戏,我们不要再和我玩课试,玩这个课解,我们不需要,我们要的是一个简单的对等,一问一答的认识已经可以了,我们要的是它一个公开,在开心公园里面,接受所有港大学生的质询和提问。 看完电视记者,王仲朗报道。